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聊版 大家好 我是輪子 不知道呢 你在還沒有接觸滑板之前呢 是不是跟輪子一樣 就覺得說這個板 去掉這個頭尾的翹的部分呢 這中間腳踩的部分呢 應該是平的吧 輪子在還沒有接觸長版之前呢 也是這麼認為的 但其實現在長版發展至今 它已經不是所謂平的板子了 版身呢 基本的形式呢 有三種 一種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種平的 第二種呢 是 我們稱作為Rocker板 它呢 像湯匙一樣 中間是凹陷的 就像這張板一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你看它這個肚子的部分呢 是比較突出的 然後呢 這個側邊呢 是這樣子 比較翹起的 中間這邊有沒有 很像湯匙 這邊整個是凹進去的 然後兩側呢 跟頭尾呢 都翹起來 那這種板呢 板型我們稱作為Rocker板 那它的好處優點是什麼呢 就是說呢 它在玩的時候呢 你腳踩的位置呢 在這邊嘛 跟這邊嘛 它呢 比較抓腳 比較卡腳 它的板身的設計呢 材質的設計 基本上來說呢 也會是走比較硬調的路線 再來呢 是 跟Rocker相反的 CAMBER版型 剛剛呢 講說Rocker呢 是中間凹進去嘛 像湯匙一樣 那CAMBER呢 就是反過來囉 像這張板一樣 來 大家看一下喔 它輪架安裝的位置 大概是在這邊 它的孔開在這邊 跟這邊 它中間呢 這肚子的部分呢 是凸起來的 兩側呢 是沉下去的 那這個板子呢 的特性是什麼呢 這種板子呢 它比較軟彈 比較適合來接滑 因為呢 它軟彈嘛 所以它會給你一個回饋力 我覺得滑起來是比較省力的 然後再來呢 就是呢 很好練Pumping 但是呢 當然不能拿那麼長的啦 就是一般的長度的大小 大概 39啊 40吋左右的話 它是非常適合拿來練Pumping的一種板型喔 平的板身呢 它比較屬於中庸 它不像Rocker一樣這麼抓腳 它也不像CAMBER一樣的這麼軟彈 通常呢 是用在走板的板子上面 它把它整個做平 讓你可以比較好走 不會受到軟彈啊 或是說 因為有的人呢 它會選這個Rocker的旁邊呢 這個不平的地方呢 會影響走板 所以呢 有一些走板的板子呢 會做這種完全平的平面 有一些滑板的品牌呢 它就針對同一張板子呢 它會做不同的軟硬度 那通常啦 是用Flex去分 Flex1的話呢 是最硬 然後Flex2 次值普通 然後Flex3的話 是最軟彈 像輪子呢 這張鴨嘴獸呢 它就有做同一張板型 但是不同的軟硬度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它是Medium 所以呢 輪子這張的軟硬度呢 就是中等 板子的軟硬度的部分呢 通常是依照你的體重啦 還有你的平常喜好的玩法 去選購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呢 適合什麼樣的軟硬度的話呢 趕快跟店員詢問一下 店員都會給你很專業的建議 那你就依照店員的建議呢 去選購你適合的軟硬度就可以了 那輪駕跟輪駕之間的距離呢 我們稱作為輪距 也就是我們腳踩的有效的範圍啦 就是比較長放的範圍 輪距呢 根據你板子 你如果選越長它當然是越長 然後越短越短 那長跟短之間有什麼不一樣呢 短的話呢 就是比較靈活 它就跟開車一樣嘛 你如果越短的話 你的迴轉半徑是越小 如果是越長呢 它就滑起來是比較穩定 那續航力呢 長的會比短的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過長 它又變得比較累贅一點點 如果是在玩坡的部分來評比的話呢 短的一樣它是比較靈活 它在做Slide的時候 可以用比較輕的力量去達成Slide的動作 但是呢 就是因為比較靈活嘛 所以你Slide出去之後呢 你要如何維持Slide的穩定 就比較困難 那你自己呢 的力量呢 跟習慣呢 適合什麼樣的輪距呢 去做Slide這件事情呢 也是需要自己去嘗試的 每個人的力量啊 跟習慣的都不太一樣 有的板子呢 像輪子這張一樣 它呢 同一張板子呢 但是呢 你看 有看到嗎 它這邊呢 會開不同的安裝孔 讓你呢 可以在同一張板子呢 去調整 你的輪距的長短 那你就可以感受到 同一張板子 如果呢 我選用不同的輪距呢 玩起來呢 感覺是怎麼樣 滑板的頭呢 好 頭叫做Nose 尾巴呢 叫做Tail 相信呢 如果你有看我第一部介紹 新手長板的影片的話呢 應該呢 對於平地呢 需要翹頭這件事情呢 已經有一定程度的認知了嘛 你如果是玩平地的話 你一定要買 有翹頭的版型 好 這樣子 不管是你在做招啊 或練招的時候 都是會比較好 那但是如果你玩坡的話 就不一定了 你可以像輪子一樣 選購 只有尾巴翹起來的 只有Tail的 然後頭沒有的板型 單翹板 或者說你也可以選擇 完全都沒翹的 頭尾都沒有的板 因為在玩坡的時候呢 其實不太會用到尾巴啦 只是說 如果你有尾巴可以用 可以叼著玩的話呢 它多了一層樂趣 我們平常在Slide的時候 通常都是站在板 就是輪距以內嘛 正常的站位 這個時候做Slide 大概是一個很正常的Slide 那如果你能夠把你的腳 放在輪架上面呢 這時候呢 你做Slide呢 原本的力量可能是100吧 那你如果踩輪架上面 可能只剩50 輕輕一推就出去了 那如果你踩在尾巴的話 那是更厲害 更猛 尾巴的話呢 大概只二三十 但是你踩尾巴在做Slide的時候 你要小心 不要把它踩到翹板 翹板的話 整個就失控了 會很危險 那如果你選擇的是 沒有 沒有做翹頭的話 像我輪子這種的 這種的話 它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你平常如果帶著它移動的話 那在不能滑的地方 你可以呢 把它翹起來 有沒有 就像行李箱一樣 你可以這樣拖著走 比較省力 那再來呢 跟大家講一下板子中 比較特別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的嘛 這邊輪架跟輪架中間 是什麼 板身嘛 那 這個頭尾是頭尾 那在板身跟頭尾中間呢 有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輪架 輪子 的上方這一塊 這段呢 我們叫做輪槽 那它有很多不同的設計 最傳統啦 輪子覺得最傳統的 長版的輪槽設計呢 是像鴨嘴獸這樣子 它的輪架呢 你看這邊有孔嘛 看在這個位置 它是直接把輪槽的部分呢 把它砍掉 把它整個削掉 然後再來呢 還有像這種的設計 它是呢 直接把輪槽 有沒有看到 這邊 好像有看到吧 它是直接呢 把它削 削掉一塊 所以它跟旁邊的這個側邊有沒有 的厚度呢 是不一樣的 然後還有第三種 就是它直接呢 把板子呢 這邊呢 做凸起來 好像這一塊一樣 它跟剛剛那個 把它削薄 是不一樣的做法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厚度呢 這邊 板身的部分呢 跟這個輪槽部分呢 是一樣厚的哦 那這個輪槽呢 跟你的配置呢 會不會搖板有關 什麼是搖板呢 就是呢 你的板子在壓轉向的時候呢 這個輪架呢 受你的轉向所擠壓的時候呢 它呢 會不會跟你的板身呢 去接觸到 好 如果呢 你的配置呢 你選的BUSH可能太軟 或者是說 你的輪子要用大輪子 只要你在滑行的途中呢 發生這個情形呢 你是必定摔倒 因為它這樣一咬住呢 就等於是煞車的作用 那 你想想看煞車的嘛 板子呢 還留在原地 可是你人呢 因為慣性的關係 你人持續會往前 所以是一定會摔倒的 所以為了避免這個情形呢 在選購板子的時候呢 可以跟店員詢問一下說 你的這個配置呢 它會不會搖板 輪子自己是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滑板的配置的話 例如說你用的是正常的長板的輪架 180mm的長度的輪架 那一般正常的輪子大概70mm的大小 那它本身自帶的安裝孔 這樣子的配置下去的話 如果這個板子會搖板的話呢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設計不良的板子 因為它沒有辦法迎合一般的 你一般人的配置 這是一個很一般的配置 沒有說我特別裝大輪 或者說我特別用比較軟的PUSH 或者說我用特別短的輪架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呢 就是輪子會覺得說 如果是正常配置 那它都會搖板的話 那這張板子呢 建議你是不要選購 那如果說呢 你有你的特殊需求 例如說我想裝超大的輪子 這麼大 那依照一般的配置 還有它正常的可以容忍的範圍呢 這是一定會搖板的嘛 這時候呢 有一些替代方案啊 例如說呢你可以跟滑板店 尋問一下有沒有賣 墊高輪架的墊片 像這個 有看到嗎 這種墊片啊 它是符合輪架的大小 底座的大小 它有分厚薄度 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呢 去選購不同的厚度 這東西見仁見智啊 因為你加了之後 你的板本身 輪子大 板又被墊高 然後再加這一片 板身又再更高 適不適合好不好玩呢 就見仁見智 看你的需求囉 不過如果你真的要 用墊高片來墊高自己的輪架的話呢 好 輪子這邊提醒你一下 你千萬要記得 量一下你的 螺絲夠不夠長這件事情 板子呢還有一個配件叫做腳檔 不過輪子這邊沒有用啊 所以呢 大概跟你們分享一下 腳檔這東西呢 只有玩坡主的需要 平地千萬不要裝啦 它裝上去呢 最主要作用有幾個 第一個呢是可以快速的提醒你腳的定位 因為呢 如果你在玩downhill或什麼的話 那種速度很快的情形之下 它很要求就是你腳的位置 基本上來講呢 就是要到 板身設計 或是你自己最習慣的定位 那如果你在沒有腳檔的情形之下呢 早來講呢 會花比較多時間 那如果你有腳檔的話 它剛好是做那種弧形啊 或是有它特殊的造型的話 你腳一撐上去 就會到定位了 這對你在玩快的時候 是還蠻有幫助的 那再來呢 有人說呢 就是它在幫助你做招 toe side 尤其是toe side的那邊呢 讓你可以靠這個東西呢 比較安全感 輪子本身呢 因為輪子選了這張坡板呢 它本身在腳握的地方 已經做得不錯了 然後輪子又玩得很慢嘛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我沒有腳檔也ok啦 就不要玩快就好了 然後板子上面呢 還有什麼 砂紙啦 那長板的砂紙呢 有分為細砂 跟粗砂 好這個 如果你是玩坡的話呢 不用多想就是買粗砂了 那如果你是玩平地的話呢 就選細砂 如果你是全能板的話 像輪子之前的板子 是這樣處理的 這張也有一點點啦 可是這張呢 我沒有實際上拿去玩坡 而且我也不太想破壞它的組型 所以呢 如果呢 你是全能板的話呢 你可以考慮在 兩隻腳 好的這兩塊呢 把它呢 的砂紙呢 換成粗砂 那輪子這一張呢 就是為了顧及它的造型啦 所以呢 我只有部分 好不知道你看不看得清楚 這是輪子自己切的 但是有人跟輪子講說 這樣子其實沒什麼幫助啊 只是智爽而已 不過沒關係啊 我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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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板的材質 其實長板呢 發展到現在呢 它已經歷經很多種不同的材質了 從最一開始呢 我們就是常聽到的 就是蜂木嘛 像技術板啊 大部分之前都是用蜂木壓的 然後呢 還有到 像交通板的塑膠 那或者是說呢 為了走板而生的竹子 但是竹子其實也有做坡板的 坡板也有做竹子的材質 還有玻璃纖維 複合玻璃纖維的材質 然後或者是複合碳纖維的材質 有很多很多不同種的 如果呢 你選購的呢 是有品牌的板子的話呢 基本上來說齁 你是不太需要擔心耐用度的問題 長板啊 真的是我買過最一分錢一分貨的東西了 好那你選購的時候 基本上呢 只要看這個板型 是不是你喜歡的 那 軟硬度呢 是不是適合你的 基本上呢 就可以了喔 好那剛剛跟大家講的版身嘛 好現在跟大家講一下板型 像輪子這一張的話呢 是單翹板嘛 然後還有呢 就是輪子比較推崇 新手買的就是 對稱雙翹板 那還有呢 例如說呢 下降板 下降板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種板子啊 它是從輪架 跟輪架 我們剛剛講中間這個輪距 是我們腳踩的部分嘛 它呢這邊呢 把它整個做下沉 好一個下沉 那這種板子呢 它設計的是拿來接滑的 那這種板型呢 因為它下沉的嘛 所以呢 其實它呢 不管是平低或是坡的 都不太好練招 它就是真的是 把那個接滑指點滿這樣子 就拿來接滑很舒服 因為它做那個凹下去的設計嘛 所以就是讓你在踢的時候呢 雙腳的那個下沉呢 可以不用去間隔太多 那會比較省力 那還有一種板型呢 跟衝浪板整得很像 前面尖尖的 後面也尖尖的 又被暱稱為魚雷板 那這種板子呢 就是它也是一個全平面的板子 有一些會做Pamper的設計啦 那這種板子呢 也是比較屬於休閒啊 揭滑去用的 因為它的尾巴 頭尾雖然有 可是沒有翹起來 所以它其實在做招的時候 也滿不好做的 然後呢 玩播的時候呢 也比較不抓腳 所以也是偏休閒類的板型 那總結來說啊 板子的設計啊 還有板型啊 還有長度啊 他們這些呢 美角呢 真的是很多 美美嘎嘎真的是很多 所以呢 在希望這部影片呢 對你們來說呢 能讓你對板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輪子還是在這邊建議大家 就是如果你可以的話呢 先看幾張 你自己心目中覺得不錯的板子 然後呢 去實體的店面呢 實際上的呢 去踩踩這些板子 試試這些板子 跟店員呢 聊個天 稍微了解一下說 你心目中你想要玩的玩法 跟你的板子呢 是不是OK的 因為其實 輪子是覺得說 滑板是一個 就是人的運動嘛 其實你的姿勢 你的動作 你的技巧 都是你去練習出來的 所以只要你的板型 挑的沒有錯 例如說你想要玩坡 你挑了一張這種 單翹坡板 或者說你挑了一種 這種 雙翹 雙翹板子 他們都能玩坡 只是好不好做 而已 那初學的部分的話呢 我是覺得說 不用太過於去 在意你的武器 是不是好的 而是它能不能用 適不適合用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也是有的人 用那種全能板 玩坡丸的下下腳 或者說用全能板 走板走的下下腳 我是覺得說 今天如果你有心 在玩板這件事情的話呢 即使是再難做的板 你也會去練習你所喜歡 所想要練起來的那個動作 它其實是 板子的影響其實是沒有這麼大的 跟你自己想不想練習比較有關 好 那以上就是輪子這一次 對於長板本身的心得分享 如果你對於長板 還有什麼不了解的地方 歡迎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會一一的回覆大家的問題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也可以幫我分享出去喔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這邊可以按訂閱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